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孔夫子的说法 君子还是怕什么 怕天命 怕大人 怕圣人之言 君子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还是有所怕 这种怕不是恐惧性的怕 而是说对一个目标或者对一个信仰 有某种程度的虔诚和敬畏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有所恐惧性的怕 这个怕到了一个人嘴巴里 做了一次让全世界都知道的演绎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年轻时候的样子 我把它公布出来 请大家看 就是他 大家看 这是个美国很漂亮的一个小男生 大家看好啊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漂亮的小男生 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他快死的时候 63岁快死的时候 他就是美国的总统罗斯福 请大家看 这个就是当年罗斯福的一张照片 请大家注意他的脚 一般呢 这个照片呢 记者们互相约束都不照了 为什么呢 他是小儿妈屁 小儿妈屁以后呢 两个腿瘫痪了 所以呢 一般记者们呢 都拍他坐在那里的照片 可是呢 小的部分 尽量不把它照出来 他在临死前 这是在这个61岁生日的时候 他63岁死的 在飞机上面 像照片 请大家注意 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在对面呢 是一个瘦特的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叫做Hopkins Hopkins是什么人呢 是真正的罗斯福总统的智囊 他替他操盘 决定很多事情 有人就问罗斯福总统 你为什么这样子相信Hopkins 这个人为什么权力这么大 你这么相信他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 他说我是美国总统 我坐在办公桌的时候 对面的门一开 进来的人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 可是我们把话说破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有求于我的 或者从我这边取得什么东西的 只有Hopkins 只有这个霍普金斯 他帮我忙 无所求 所以我是这样相信他 所以后来美国 他们在罗斯福死了以后 有一个有名的书 叫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这个书我也有 我给大家特别介绍 这叫Hopkins 我讲这个节目的时候 顺便穿插一点小故事 告诉大家 这些洋鬼子们 他们的一些激光片语 罗斯福在美国做了13年的总统 他是唯一一个连选的 最后比美国的其他总统都多做了一任的 可是他命也不好 第三任当选以后 他就得了病 这个病就死了 换句话 三个月以后就死了 所以美国总统 他三个月以后 当选以后三个月就死了 这是他第四届 他的第一届 这个总统 候选 那个副总统 叫做加拿纳 第二届叫做华莱士副总统 第三次去杜鲁门 他的第一任的副总统加拿纳 这个人是个胖子 请大家注意 总统活了63岁 这家伙 又吃又喝 又抽烟 又喝酒 又发胖 活了100岁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健不健康啊 不是说你后天的那么努力 是有效的 他有先天的这个长寿的基因 所以这样的折腾 他还活了100岁 美国总统 他所以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纽约州长 叫Smith 这是美国一个很快乐的政治家 叫做外号叫快乐战士 Smith 他是纽约州长 他跟胡佛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被胡佛打败 这Smith 就推出来一个人呢 再跟胡佛打的 这个人 就是罗斯福 结果这本来呢 Smith认为他可以控制罗斯福 结果呢 罗斯福当了总统以后啊 不是外表所看起来那么个无能的 他自己啊 诶 诶 读党一面 不太听Smith 这两个人呢 等于绝交了 可是Smith还是去白宫 还是跟罗斯福的夫人 常常见面 有说有笑 可是事实上呢 两个人呢 就拆伙了 这个证明呢 政治上嘛 这个离合啊 是不可测的 并且呢 在Smith眼里 罗斯福是我的这个小弟嘛 是个无能的人 把你推出来 得跟胡佛竞选的 怎么你最后不听我们老大的呢 最后他不听他的 这张照片呢 又是罗斯福 他拿着这个放大镜 看他的邮票 他为什么是个极邮家 为什么是个极邮家 他是美国的贵族 他的爸爸 有一千五的地 在京华地区 有一千英亩的地 他们妈妈也是富商的女儿 所以他本身是个贵族 家里很有钱 很有钱 这是他的兴趣呢 是看这个邮票 看邮票的结果呢 就是使他能够 恢复他的疲劳 他虽然这个 这个这个 坐在椅子上面 小儿八屁不能动 可是呢 他的兴趣 能够转换这种 整天关心政治的 这些兴趣啊 他就看邮票 你比较在看什么 我刚一告诉你们 我生活那一面 我搜集了很多美女的照片 我有时候会看我 我所搜集的这些美女的照片 这就是罗斯福总统 这也是 罗斯福总统 在1941年1月6号 注意啊 1941年1月6号 他提出来啊 叫Full Freedom 四大自由的一个演说 就是他这一天 他提出他演说的这个造型 这个演说里面呢 他谈到了啊 这个四大自由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四大自由呢 里面呢 有很多的 后来有争议啊 这个四大自由 大家看啊 这就是美国的 这个这个画家啊 美国的画家啊 叫Rockbear Rockbear 他画的这个四大自由的 这个照片 其中一个照片 一个画像 这个是代表 言论自由啊 也就是 大家看 就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画面 罗斯福 在宣传四大自由的时候呢 他特别告诉大家 他说我们 有宣传四大自由 这四大自由呢 是哪个自由呢 就大家看 他讲这个啊 这个自由就是 中文翻译叫做 言论啊 表达的自由啊 表达自由 第二种呢 他就是信仰的自由 他可以信仰他的上帝啊 因他 用他自己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可以选择他的上帝 来信仰的自由 第一个 是言论的自由 第二个 是信仰的自由 第三个呢 翻成了就是 或者免于匮乏的自由 第四个呢 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严格说起来 我告诉大家 翻成四大自由 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个自由 它是freedom of 代表这个 这是自由 这freedom of也是自由 这是表现的自由 严重自由 这是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第三个 是freedom from 这个字不能 是免于需要 我这个免于匮乏 这是 第四个 也是freedom from 这个是免于恐惧 所以呢 不能说是 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严格说起来 这样翻译是错的 可是因为它用了四个freedom 所以呢 就变成了四大自由 并且呢 在当时 在正好在赶上中国抗战 所以书里面呢 也说得很清楚 大家看 四大自由 大家注意 我手里拿这本书啊 这本书 请大家注意 这本书是用的纸啊 去抗战时候的这种免纸啊 这种纸看起来很烂啊 很烂 可是呢 现在越看它越好 为什么呢 这个纸啊 不像我们用的这种好的纸 那样容易脆 久了以后会脆 你看这种 中国抗战时候用的这种图纸 到现在还这么软 它不脆 它不碎 很不错的啊 你看 这中文的翻译就是 他说我们要求的 第一个是言论与表示的自由 世界处处都有 第二个是 个人照他自己的方式 拜神的自由 这个世界也处处都有 第三个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这个翻译世界说法 就是各国都为其居民保障一切健康的 太平时代的生活 经济上的谅解 与世界处处都有 第四个 是 免于恐惧的自由 就是 也就是说 照翻译世界说法呢 就是不受迫害 到处 世界处处都有 所以我说 后面两个一种 免于匮乏 就完了 不是说 免于匮乏 这自由 三个字是 累赘的 并且是 以词害义的 第四个 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自由三个字要删掉 就免于恐惧 所以应该 整个翻译起来是说 信仰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免于匮乏 免于恐惧 应该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 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应该这样翻 所以我必须说 历来都翻错了 可是 罗斯福总统 他把它 讲成 for freedoms 一般 言说起来 也有问题 这就是我所说的 因为 后面两个自由 不是 freedom of 是freedom from freedom from 不是自由的意思 而是免于 的意思 我这个 有点咬文绝词 并且告诉大家 免得大家 以辞 害意 罗斯福的这种观念 深深的影响了人类 在我们中国 也到处出现 我随便拿一些简报 给大家看 你看没有 这是在1982年7月15号 台湾的 这个内政部长 那是林阳港 在立法院表示 为保护大多数 善良沉默百姓 免于恐惧的自由 看到没有 开始用 表示我们 大家很习惯的用 好不说 这在1984年8月13号 中国时报 得登 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然后 我们这再看 就在1991年10月23号 中央日报 登说 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再看 1991年10月24号 中央日报 说 大家力保 并且珍惜 免于恐惧的自由 然后 我们再看 1991年6月27号 自由时报 说 免于恐惧的自由 然后 我们再看 2001年10月18号 中央日报 要说 我们要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再看 这也是台湾的 这个法务部部长 廖正侯说 这个 保障民众 免于恐惧 我们可以看到 我随便 拿出五次简报 给大家看 展示给大家 我是用什么方法 搜集资料的 就这个方法 我所用一个主题以后 只要碰到它 我就把它拿下来 好不说 免于恐惧 或者说 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在报章杂志上面 看到这 我就把它剪下来 我随便 贴出来五张 给大家看 就知道 资料对我而言 是怎么样把它 归在归对的 对在一起的 就是说 我会选到一个主题 自由 自由里面 免于恐惧的自由 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追追追 这种 美国罗斯普总统的话 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并且呢 我再给大家讲 我会有这种书 中国抗战时候出版的书 然后告诉大家 我怎么样 把这种资料 把它堆在一起 看到没有 这个书 叫四大自由 看到没有 1945年 五月出版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会把这种资料 这个这种资料 整个的归堆 归在一起 换句话说呢 我把美国总统 罗斯福 关于四大自由的来源 他的照片 他对中国的影响 都把它集中在一起 给大家展示出来 你得要这样做 干什么 就告诉大家说 我非常认真 对一个问题 对一个词汇 它的来容去没 它对中国的影响 它的翻译上的错误 它的原文 引起不同的解读 对我都有意义 我都要把它讲出来 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就告诉大家 你在连接罗斯福吧 也不是 我对很多专题 就是这么认真 我手里拿了一本书 大家看 这本书旧的不成 不得了 这本书旧的 这什么书呢 我才我跟大家说 我不是藏书家 可是我是用书家 这本书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罗斯福总统 早年的时候 FDR简称的 罗斯福总统 他的个人的这些信 这些家信 早年的时候 换句话说呢 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家信 这些信 这个书呢 是1947年 出版的 这里面呢 收入了 他们 很多家信 这里面 我给大家看照片 这就是 我讲 罗斯福的 他的爸爸 有一千英亩地的 大富翁 他的妈妈 是个美国 有钱的商人 富商的女儿 这就是 年轻时候的 罗斯福 我随便给大家看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 年轻时候的 罗斯福 这就是年轻时候的 罗斯福的夫人 这个这里面 很多都是他们写信 看到他们 非常的勤快 这家庭的结构 非常的完整 非常的紧密 大事小事 都写写写写 所以他们这个勤快 是很重要的 美国以前的雷根总统 他也写信了 写出几万封信来 为什么呢 他就是勤快 中国的曾国藩 清朝的曾国藩 后来告老还乡 很多理由啊 告老还乡 他只有一个理由 他跟皇帝说 等于跟西太后说 我怎么样带我这些 湖南子弟呢 带我这些部队呢 带我这些兵呢 带我这些干部呢 因为我写亲笔信 每个人都是单独的 写信写写写写写 把他们盯住 把他们统御住 可是现在我老了 我信的写不动了 所以呢 我要这个退休 请让我退休 大家注意啊 是领导人物 说他老了 不能够写信 直接盯住张三李四 他不干了 这就是典型的历史 我们才发现 这些人是这么勤快 看到罗斯福这些家信 想到雷根总统写了几万封信 想到曾国藩因为不能写信 所以他告老还乡 才告诉大家 当年人与人的关系 那种紧密的关系 那种亲情的建立 那种同运数的建立 是靠着亲笔信 现在人类 好像不太那么 靠着写信了 可是我们必须想 当年是靠着那种东西 来控制的 或者来 来这个 建立感情的关系的 建立合作关系的 所以我才说 看到这些书 我们知道 他们一本书 来写他 看着他家书 看到他们的过程 是多么的细腻 我今天有点拉杂的 把罗斯福总统的一些事情 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他们一个美国的富翁 进入政界 他们能够爬起来 他们是怎么爬起来的 美国到处欺负人 可是呢 当他们的总统 也谈所谓斯大自由的时候 事实上 他自己呢 也不断的在修正 比如说 他谈到的斯大自由 当他跟英国的 丘吉尔首相 在大西洋 这个 发布大西洋宪章的时候 对斯大自由 他自己就开始修正 换句话说呢 美国的 所谓斯大自由 是跟着他们国家的利益 随时在改变的 到了今天 我们看到 美国帝国主义者 利用自由做幌子 在全世界 欺负别人 煽风点火 我们才知道 美国那些领导人物 是多么的伪君子 可是我们必须说 即使是伪君子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像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他们是很细腻的在成长 他们不是很粗糙的 他们是初心积虑的 在成长 在成为一个领袖 在影响这个世界 这些故事呢 给我们一些参考 知道啊 做一件事情 要相当的深入 相当的细心 像我跟大家谈到了 所谓的斯大自由 我就用心给大家看 可是这种心 大家可以看到 我简报就知道 这个用心的 绝不是一天的 绝不是说 我今天用工 现买现卖 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多少年前 累积的资料 把它多少年的功力 集合在一起 这种20分钟节目 今天讲给大家看